其實這個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誇張的不只這些 他有地方的牛鬼蛇神 像流氓的打警察的 叫人家叮叮的 說要把阿浩抓出來的 還有跟選民比宗旨 還有另外一種 這是典型的 張志倫跟謝宜鳳 這是典型的 他們的祖上在地方都很瞭白 他們現在都第二代或第三代 慢慢正在洗白當中 可是洗白的過程 第一個是張志倫 對不對 我們踢爆他會選買票 那是板上釘釘的事情 他就算現在檢調來不及做 選完也會被抓 這是第一件事情 結果他竟然有臉 找30位里長來告 我跟吳征妨愛名譽 我跟你報告這些里長 你一個不要跑 你一個不要跑 你每個都會傳 每個都會出事 你們還敢幫張慶忠 幫張志倫開記者會這一條 另外一條更好笑的事情 是這個 謝宜鳳 謝宜鳳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們昨天去彰化車嫂陪吳英寧 結果車嫂過的這邊看到很多刊版 原本是這個 2020年代表台灣更好 現在既然 謝宜鳳 這謝宜鳳自己掛了看板 他說 四人皆罪 無獨行 他說 我被吳征妮抹黑了 四大罪狀 就跟王一川 看完後怎麼看都在講自己啊 貪腐無能裝清高 執政權貴裝 你不是權貴嗎 還有勒 抹黑又抹紅 你白就黑又紅啊 還有這個會選 你本來就會選啊 怎麼會有人這麼好笑 把自己的罪狀 自己花錢 用刊版來做自戒 這五一里的自 真是謝宜鳳的自戒嘛 所以我坦白講 這種又是另外一種 國民黨候選人的地方形態 剛才我們講到 是王鴻威 王鴻威是非常囂張的 因為我們前一陣子 我們看到IORG 在去年的11月12月的時候 他們統計了 我們國內所有 我們這邊都在這個 各個電視台政論節目上面 那名嘴 誰是中共最愛用的 結果呢 比如說抖音上最多的就是 對 結果王鴻威一次是第十名 然後第二次可能 因為選舉的關係比較忙 他可能這個到處跑 沒有上節目 第二次是十三名 是中國最愛用的名嘴 轉介到抖音去做 御用電視人 對 去做這個資訊戰 去做認知作戰 結果他面對他的選民的時候 當選民來挑戰他的時候 他竟然是比中指 比中指 帥喔 更糟糕的是 更糟糕的是 來來來 錄起來 這是什麼樣的心態 你跟選民計較嗎 選民如果不投你的話 難道你就要跟他輸贏 不投啊 要跟他輸贏 還錄起來 你是準備對這個選民做什麼事 對 你憑什麼這樣錄 對 人家也有肖像權 你是準備做什麼事 這是王鴻威心底層 我覺得最恐怖的地方 然後另外一個馬文君 是不是也是 哇 作勇 每個月才六千 城堡 城堡 然後他現在他們兩個 王鴻威跟馬文君在做什麼 抹黑造謠 每一天都在造謠 在造他們的對手 然後馬文君的部分 是在造他的對手 蔡明軒的謠 說他爸爸怎麼樣怎麼樣 然後我們再翻頁 看到下一頁 張志倫跟謝怡鳳 張志倫他竟然找30個里長 總共中和93個里長 以待三分之一 你有沒有發現他們穿什麼顏色 黑衣啊 流氓啊 對啊 張志倫是在這個 我記得在上個禮拜 我們有談到這個 在那個爆料者的名單當中 他的代號叫做 會計師 會計師 那會計師是這麼明顯 真的選候如果要查的話 是板上釘釘 你們這些真的兩萬五啊 大家每個人都站出來 那到時候選候可能都有事 可是張志倫一點都不怕 他認為說 我們爸這樣 我們母這樣 所以我也可以這樣 我們到五級 這些里長都吃我的奶水 誰敢咬我 所以台灣的民主可以這樣子嗎 可以用錢買嗎 謝怡鳳也是一樣 因為他們家三代明代 從他阿公到他媽媽到他現在 他弟弟也是這個彰化的當地的議長 所以他才有辦法 跟台唐低價租地 可以去蓋一個依奉百貨 台唐你蓋好了六棟吧 還有五棟 五棟裡面台唐蓋了兩棟 兩棟以後 居然是台唐蓋好以後 我再把它租回來 或者我把它買回來 有這樣子的一種民代嗎 原來你手上的這票 是給他們賺錢的 每一個這個你手上的選票 你覺得說我可能投給這個張家 中和的張家 他爸還是說他媽媽 可能過年過節的時候 都有來服務 但你不知道他家的錢財 是靠你賺來的 不過他沒本利 那謝怡鳳他也是一樣 他家的錢 他家的錢 他家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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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錢 一棟 两棟 三棟的房子 可以占国有地 然后可以盖起这些大卫健 从三楼的使照 可以盖成八楼 什么年轻 是因为他有明代的身份 那他明代的身份是怎么来 因为大家说嘛 看着他说 这对我们可能不错 他给你一个月共餐一次两次 一档两档 可能一百块两百块 他就买了你四年 他家发财赚大钱 我们敢不说什么 我们也是要这样 我们再怎么样 我们也要投给好的人 投给会给帮地方做事的人 而不是帮自己赚钱的人 对 所以我觉得其实很多人真的是 选民你要想清楚 你不要贪那一千两千那种小钱 后面人家赚的是十亿 甚至是百亿的钱 来 重点来了 现在问朗东 因为国民党的选举 坦白讲我们过去 两党都互相在厮杀 厮杀过程中别人我不讲 至少我自己已经 民进党场上开了记者会 每一次都是有贫有据 对不对 我就是把所谓的公文财报 全部拿出来 来证明侯友宇在新装在列地 可是你说最近国民党真的发疯了 包含什么东西呢 包含他们说 高雄市的金发局局长廖太祥 一室在招待所长的 喝酒到不行 现在是怎样 这边女生我看男生也居多 好像两位女生吧 穿着也是正常 可能就是一般人 然后呢 现在是不能喝醉是不是 然后还说什么 赖清德有失身子 赖清德直接想 你带来做DNA 做了我给你一百万奖金 如果你不敢 你就闭嘴 然后说洪生汉的交易 性交易影片 那个画面一看就不是洪生汉 洪生汉怎么这么瘦 可是这个是最扯的 侯汉廷出来开个记者会叫做 民进党党国不分 动用国家机器公然戒选 对不对 然后公布了一大堆的 这个民进党内部的文件 证明里面就说 哇用国家机器来戒选 可是文件侯汉廷 怎么看都是老共给你的 怎么看 破绽太多了嘛 第一个谁会在台湾 谁会在公文上打统一编号 你也拜托又不是秦桓 然后呢 我们没有在用正秦 我们叫语秦 然后呢 怎么永远都有简体字 论述的数是简体字 赖清德的清还写成赖清德 你也拜托起来 叫一下嘎好不好 然后下面呢 分期 这是王岐山的期 我们分期也不是这样写嘛 所以老公 其实大家都在打选战 可是国民党的抹黑是真的很低级 欢迎你用这个假资料造谣 我觉得是他对整个政府体制 很不熟悉 首先这个文件 他这个攻击点是在于 是说民进党呢 为了要什么戒选干嘛的 就是限缩两岸之间的这个航班 如果是这样 这个文部应该是在党内部 他应该是要顺便去找航管局 要去找交通部行政院 一起来去开会 那为什么会直接在党部开会 因为所以中共还讲 党开会就下决定了嘛 他不需要找行政部门嘛 共用他的逻辑思考 他的本质上就错误 对本质上中共用他的逻辑思考 又错的第一点 第二个是很多不用心之处 有一个比较少人发现的 他地址上面呢 只有写北平东路30号 没有写楼城 一楼是卖火锅跟生鲜的嘛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写楼城吗 因为他用Google抓人 Google没有写楼城 不是 你讲到重点了 这是共产党思维 第一件事情 共产党认为 我只要党说了行政院就算 所以他们做党的问题 第二个对 民进党是北平东路30号没错 可是你去过民进党 你会发现那是个混合式的大路 很多人在那边办公室 民进党是租的 民进党只租里面几层楼 可是共产党是不可能想象这种事的 在共产党思维 民进党是他的 神党是他的 神党是他的 所以他只写三叉面就写几楼 对 他不知道这些事情 他不知道台湾的民主政党 你也知道这个问题 所以跟一般的群众 我跟你讲哦 我们去开汽车会是要搭电梯要排队 对 跟很多上班族就是 还有补习班 对 我们是一起乖乖搭电梯的 共产党搞不懂 他没有去过现场 他连门口都还有无几部队好不好 对 哪有像北平道路史都可以进去 他没办法想象民主的国家 不是 我觉得他要捏照 你今天是立马委员搭电梯也是排队 他要捏照 那个共产党也至少来台湾观光的时候 顺便去现场看一下嘛 不要做这么可笑的文件 然后里面抓到两三个简体字 还有赖兴德的那个清写人秦 这个很明显的错字 结果侯汉庭他还直接上车 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形式上面 或是民事上的责任 很难撇清啦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我再补充一下邱毅的那个部分 DNA的那个事情 我觉得他讲出来之后 其实赖兴德一说 你来出来验啊 给你百万奖金 这个案子就结束了 结果邱毅还在那边硬拗 他想说把你儿子藏起来 邀请黑帮分子帮你看守 他干脆说 哇这个都是什么 美国的阴谋 已经被美国罢了 CIA在看守 还有外星人 利扁报 这火星来的人 都会帮助赖兴德 不是 你讲这种没有办法验证的阴谋论 没有意义嘛 而且他扯这个有的没的 赖兴德是很有价值 是说 你找得到这个人 就来跟他验DNA 那就讲完看就很挫 就很多人说 讲完看你怎么不去跟着 那个蒋家后代去验DNA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到后面 他已经无法检验民进党的任机 反而拿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郊太祥那个也是啊 看来看去那个照片 他就是个酒量差 就是一般的 KTV 在KTV里面 喝酒 喝醉了 在旁边 小气骗课 现在规范要高到 喝酒不能喝醉了 你最低限度 你要举证 邀太祥受 有女陪式的 这个所谓酒店 招待 他没出钱 他去受招待 这个就不妥 这就不对 你说自己付也可以是不是 你自己付的话 自己付的话 民大还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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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用一张照片 喝醉 喝酒 你看这女生级还好吧 而且照来说 应该是一男一女 你看也 我看到这个是女生 没错 这是男的 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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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男的也不行啊 去同志吧 对 同志吧也可以开酒 开大酒 也有话讲 不会言 我们都是有社会经验的人 对 照片一看就知道 但是喝酒聊天的地方 所以国民党 如果再用这种 看图说故事 跟抹会去选举的话 那他觉得他们选情 当然是不乐观的 是非常谢谢朗东的分秀 所以 其实选招打到这边 剩最后 坦白讲 大家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 剩24小时 因为我们9点播嘛 剩25个小时 因为礼拜五的晚上10点 所有的竞争活动都要结束 所以如果 你们还有真的朋友 在相信这些造谣抹黑的话 把我们的影片传给他 你就会发现 国民党打这场选战有多低级 好今天这个政治独行因素到此为止 也是2024年总统大选 政治独行因素的最终章 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拜拜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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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